1370年 朱元璋大封功臣 功劳显赫的刘伯温只封了程一伯 而李善长却被封为丞相 儿子留脸愤懑不平 刘伯温笑道 位高一跌重 这是皇上向着我们呢 为何刘伯温功劳显赫只封了一个小小的程一伯 还认为皇上在向着他 刘伯温本名刘姬 浙江青田人士 与龙泉的张义 丽水的叶琛 浦江的宋连 被世人称作这东四先生 这四人才华横溢 声望贤赫 而且都曾在元朝担任官员 无奈 元王朝太过于腐败 刘伯温只好辞去官职 回到家乡 等待一位乱世中的英雄豪杰 然后跟随他一起打天下 后来朱元璋在乱世之中崛起 虽然他的部将骁勇无比 可是都没上文化 打仗不光靠勇猛 最主要还得靠脑子 此时的朱元璋求贤若渴 当他听李善长说起这东四先生时 都想招揽于麾下 起初 朱元璋让李善长给刘伯温写信 请他出山辅佐朱元璋 怎料 刘伯温把他们这些义军当成贼寇 十分不屑于与他们为伍 一口回绝了朱元璋 朱元璋觉得刘伯温要的不是特别华丽 此早的书信 那样显得华而不实 于是朱元璋亲自书写了一封错别子特别多的信 刘伯温书到后感觉到了朱元璋的诚意 刘伯温从这封书信里得知朱元璋的理想 才知道他不同于其他义军 而是一条仁义之事 除开朱元璋的亲笔书信 朱元璋还让妻子马秀英前去劝说刘伯温出山 一番苦心劝说之下 刘伯温答应出山 为朱元璋出谋划策 起初刘伯温说的话 朱元璋都爱听 而且刘伯温说的每条记册都说到了点上 可是后来刘伯温直来直去的献出两策 与其他重臣意见不合 因此得罪了许多人 这让朱元璋觉得十分为难 一边是为他卖命的兄弟 一边是好不容易请来的军事 后来朱元璋为了顺应大家都意思 只能让刘伯温归隐家乡 刘伯温走后 朱元璋得到的计策大都不怎么如意 于是他又派人好心劝说刘伯温回来 刘伯温本不想挥聚 可是耐不住朱元璋多次邀请 还是答应回去继续辅佐他 刘伯温回到朱元璋身边后 朱元璋才知道 刘伯温献出的计策都是真心为他好 经过多年的奋战 终于在1368年取得胜利 立国大名年号红武 在应天府成帝 1370年 朱元璋开始对这些功臣们封赏观绝 李善长被封为左丞相 年奉鹿四千十 而鞠躬甚尾 劳苦功高的刘伯温 却只被封为成一伯 年奉鹿两百十 刘伯温跟李善长同样是军师 在帮助朱元璋取得天下的时候 刘伯温献出的计策都高于李善长 为何刘伯温的官职却比李善长的官小 原来朱元璋觉得 刘伯温这人虽然十分聪明 但他喜欢揣色盛意 而且他说话直来直去 虽然大多都是良言 但很多时候都是忠言逆耳 很多人都不愿意听 因此朱元璋只给刘伯温封了个小小的成一伯 刘伯温回到家后 儿子留脸不服气道 问功劳 父亲的功劳比李善长还要大 为何父亲只封了一个成一伯 太不公平了 刘伯温笑了笑对儿子留脸说 你还年轻 不懂这里面的门斗 自古以来飞鸟技 两工藏 你只知道李善长的官职比我大很多 风怒是我的二十倍 同样他的危险指数也是我的二十倍 对于刘伯温来说 名利于他如浮云 他只就日子过得安稳太平 然而 现实却不让他过得安稳 大明初期 朱元璋还需要这些功臣 继续为他卖命 只要他们没有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都不会轻易处死他们 为了激励这些功臣 朱元璋还颁发了免死铁券 一共三十四名 这些大臣以为 有了免死铁券 真的可以免去一死 数不知这是朱元璋在试探他们内心的欲望 大明中期 这些功臣们开始贪赃枉法 以为由免死铁券能救命 然而他们怎么知道 这免死铁券的最终解释权归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一向痛恨贪官污吏 怎么会饶过他们 而刘伯温早就知道朱元璋此举的用途 并未有过分的举动 刘伯温以为只要他不冒犯别人 就能日子过得安稳 然而官场黑暗 处处充满了尔虞我诈 刘伯温也很无奈 随着大明的不断发展 朱元璋手下涌现出了两大势力 一股以李善长为首的怀喜集团 这些大多都是沙发果断的武将 而刘伯温那边则是以文人为主的这栋集团 两股势力明争暗斗 朱元璋心里明白 他就是要让他们形成制宏之力 自己好把握政权 李善长本来打算跟刘伯温交好 可是自从一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们俩彻底撕破了脸 一次 李斌贪赃枉法被刘伯温抓住 而李斌跟李善长是好友 李善长曾劝说刘伯温手下留情 可是刘伯温对势不对员 秉公执法处死了李斌 李善长十分恼怒 觉得刘伯温一点面子都不给 从此便跟他施不两立 然而李善长还未斗倒刘伯温 先被朱元璋安排退休了 李善长知道自己还未到退休的年纪 这是朱元璋在感人 李善长放不下手中的权力 故意给朱元璋举荐胡维雍 为下一任成相 朱元璋本打算问问刘伯温的意见 可是刘伯温认为胡维雍虽然办事效率高 但他气量太小不能担当此职责 后来朱元璋让刘伯温当成相 可是也被刘伯温婉拒 没办法 朱元璋只好让胡维雍担任成相 胡维雍首拿欲如意指点江山 胡维雍当上宰相后 所有的奏章先自己批阅 对自己有利的就上报 不利于自己的就满天过海 殊不知他的这些行为早已被锦衣卫监视起来 刘伯温没说错 胡维雍雅字必报 他亦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利 便开始对当初对付他的人下手 第一个就是刘伯温 朱元璋觉得刘伯温对自己有功 但他喜欢揣测圣意 朱元璋不喜欢被人看透 他认为刘伯温今后必定是一个隐患 又不方便自己动手 于是朱元璋派胡维雍带着御医去给刘伯温送药 而胡维雍知道皇上的意思 便直开御医 悄悄在药里下毒 还让刘伯温趁热喝药 刘伯温明知道这是胡维雍要害他 可是这是皇上赐给他的药 他早知道这一天会来临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随后刘伯温将要一饮而尽 地旁的胡维雍窃喜带着御医缓缓离去 次日刘伯温的肚子开始翻江倒海 疼痛不已 经常呕出血 四个月后 刘伯温在家中病逝 朱元璋得知刘伯温去世的消息 他先是悲痛不已 失去了这么优秀的一位良辰 虽然是胡维雍下药害死了刘伯温 但胡维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事 可以说刘伯温是间接死在朱元璋手里 可是转念一想朱元璋身为皇帝 坐上这个宝座就必须狠心 他不狠心就会被这些臣子们当成傀儡 后来胡维雍因逊死亡法 骑上瞒下 杰党隐私多条罪状被锦衣未搞发 胡维雍直接被朱元璋刺死 从此便结束了以前多年的丞相制度 胡维雍被处死 虽然丞相制度已被废掉 但李善长的势力仍在 他虽然远顿朝廷 但他对朝中之事了如指掌 然而还没等李善长得意太久 怀西集团的蓝玉因谋反罪被抓 李善长知道蓝玉谋反 但他没有告诉朱元璋 而是选择隐瞒 直到后来被人告发 朱元璋才知道 昔日辅佐他的军师居然如此对待他 朱元璋曾把李善长比作汉代萧和 还给他高官后路 没想到李善长居然知情不报 虽然李善长并未参与谋反 可是他是知情不报 而且李善长的弟弟李善信 曾参与蓝玉的谋反行动 因此李善长连同蓝玉等人 一同背叛诸九族 李善长和蓝玉背诸九族 其实任务部温早说过 为高义跌众 一个人的权力越大 他的欲望就会越大 从而做出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来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用好了立国立民 用不好家破人亡 李善长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他并没有用来做安邦设计的好事 而是用于权力争斗 起初李善长本是一位教书先生 他想跟随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竹子 没想到他就忘了出心 没有得到善重 实在可悲